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个股的也在往下跌 这个后续来说要怎么掌握 这个盘很玄妙的 我想两个礼拜前 3月14号我们公开呼吁 提醒过 公开呼吁 大户出货 逢高请你要放空做避险的动作 甚至请你手中持股 十番记得吧 全数出清 上瘾 宏达电 TPK 全数出清 甚至请你也懂得反手要向下做避险动作 好 让你学妙了 两个礼拜前 当时3月14号指数在8778 今天收盘呢 8690 跌得多不多 跌得多不多 好像不多 但是两个礼拜前 宏达电在136块 今天跌到多少 90啊 你说多还是不多 穷头没有 张老师要告诉你 跌得多不多 不是你感觉的出来的 今天外行人觉得 张老师也不够跌100点 我告诉你 有的股票已经跌了三四成之多 好 这就为什么大户筹码的重要 我们在强调大户筹码 如何掌握多空转折 法人力道 精准地帮你掌握到 是百点的 百点的大波动 当日通 精算盘中的多空转折高低点 严守几率 我们通常做指数的停损 十几点而已 你要弄清楚 十点来拼百点 绝不能凹单 避免人为的最高差点 好 今天台面上这么多股市的分析节目 但我跟大家讲 语重心长跟大家报告 一个专业的分析师 绝对要有能力 事前 从大户筹码的结构 帮你研判未来的多空 绝对要有能力 事前预告未来多空的转折 绝对要有能力 事前规划未来大盘的走势 这是一个专业分析师要做的事情 那请问全部都是 我张大文有没有做到 我们大户筹码有没有做到 从七千五 大户筹码 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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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咛你 法人力道转多 大户筹码转多 七千五 七千八 七千九 八千一 还告诉你还要强势嘎空 一路预告 大户筹码 一路预告转多 大户筹码结构转多 甚至到了八千二 八千三 八千五 告诉你拉回还是多 整整波段 大涨了一千两百点 那三月十四号 我们斩钉截铁的跟全国报告 攻上了八七七八 大户怎么样 大户出货 请你逢高必先 不仅告诉你大户出货 而连怎么样出货 都讲得很清楚 告诉你整个大户筹码结构 从七千五 八千 八千五 八千七 对吧 已经来到了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很抱歉 大户要拉高出货 所以一切的弹高 一切的反弹 请你要懂得逢高 要懂得避险 甚至向下放空 甚至请你手中持股 两个礼拜前 呼吁全国会员 手中持股 全数卖光光 一张都不留 甚至反手 向下避险放空 指数逢高 避险放空 手中持股 卖光光 全面出清 甚至反手 向下避险 你可以去问张大奥的会员 两个礼拜前 手中持股 全部卖光 你们呢 当时的宏达店 130多块 当时的TPK 还在九字头 当时的上营 大家待会自己去看看 还在多少钱 手中持股出清 那为什么要卖光呢 讲得很清楚 进入第三个结构 大户要干什么 拉高出货 而也告诉你 大户会怎么出货 不是一次出得完的 不是一天出得完的 大户会 从头肩底的形态 拉高一次 左肩之后 再度拉高 创造头部 甚至还告诉你 会创新高 再特别叮咛你 谈高 创新高 你不要兴奋 因为那是一个 出货的结构 头部形成之后 会再度进行右肩 所以在这两个礼拜 这半个月来 我可以告诉你 你从指数的角度 8700多点 今天好像也在8700 但是其实 很多个股 已经跌得东倒西歪了 谁办得到 谁做得到 那这两个礼拜 指数方面 一再地带领 全国投资人 不论是8800 8796 8780 一切反弹 都是空 今天指数 全国投资人 你告诉我多少 你告诉我多少 但是今天话讲回来了 我讲过 一个专业的分析师 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绝对要有这个能力 事前的规划 事前的预告 那全台湾你告诉我 你每年看这么多节目 谁能够从7500 7800 7900 一路坚持做多 谁能够两个礼拜前 8778 斩钉截铁 公开预告 大户出货 逢高 避免放空 那你的老师呢 你所看到的节目呢 很多节目 也自己自称 自夸 预告未来 但是那是什么预告 跌到7000多点 每天预告你崩盘 每天预告你大跌 来到8700 8800 预告嘎空 预告大涨 预告主力转多 跌到7000多 预告主力转空 那我请问你 这是预告吗 这叫做什么 四分 这叫做 看图说故事 涨到8700 8800 就给你预告嘎空 预告主力转多 很多节目 每天甚至拿个主力 招摇撞骗 我首先请问你 很多节目 跟你谈主力 今天这个时代 有主力吗 是哪个主力 翁大明吗 还是雷伯隆吗 今天这个社会 还有主力吗 早就没有主力了 今天这个社会 只有大户 哪有主力 古董张 主力不是倒的倒 挂的挂 垮的垮 还有什么主力可以 再来 这种叫预告吗 这种是你要的预告吗 跌到7500 就给你预告放空 预告转空 预告崩盘 预告大跌 来到8700 就给你预告大涨 预告嘎空 这叫预告吗 这种的预告 这种的节目 来到7500 就预告崩盘 预告主力转多 来到8700 8800 就给你预告 嘎空 预告大涨 预告孩子多 这种的预告 在我们的字典里 只有两个字 叫做骗子 大涨的预告 还要大涨 大涨的预告 还要大涨 废话 还有你讲 但你那样会赚钱吗 其实张老师 从两个礼拜前 已经苦口婆心 我说你不要 跟着一些老师 跟着一些骗子节目 7000多点 天天给你预告崩盘 预告大涨 来到8700 8700 还预告你 刚刚起帐 我讲过 张大涨话 你固然可以不信 但是我说 你要是这样子做的话 金山银山 你都要输光光 对不对 7000多点 天天放空 天天预告崩盘 你看这样的节目 来到8700 8800 开始给你预告 要大涨 预告权力做多 你告诉我 你有几条命 能够这样子搞 真正的预告 要从大户筹码的结构 不是看图说故事 对不对 大户筹码结构 7500 你看得懂大户进货吗 7500 7800 你看得懂大户进货吗 来到8700 8800 你看得懂大户出货吗 你看不懂都没有关系 我有没有教你 我有没有很耐心的教你 我有没有把我30页 这个专业拿出来 掏心掏肺的 还告诉你 大户拉高出货 还特别叮咛你 大户出货 不是一次就结束 还会再拉高 还会再创新高 但是指数的操作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拉高放空 是一个操作的关键点 你不要杀低 因为还会创新高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看看 我们从8778 心里空完以后 马上杀了快200点 然后是不是再谈 再谈 结果谈到多少 88194分 是不是再创新高 是不是再创新高 这才是本事 这才叫预告 在这里就告诉你 会下杀 拉高 创新高之后 再杀再谈 是完全一样 左肩头部 你要特别注意 现阶段开始进行什么 右肩的结构 右肩结构 那请问全国同志 你今天听了张老师的预告 请你从8800 8796 8780 请你全力向下放空 你听张老师的话 今天有害你吗 好 还没完呢 是不是 那一路请你逢高就是空 一切谈高就是空 这就是我们这两个礼拜的操作 张老师又带着你每天 大涨了就预告嘎空 点了呢 预预告转空 每天多空 转了个七八趟 十几趟 你的老师每天带你怎么样 开北夕公路 九拐十八弯 我们这两个礼拜 一路坚持 反弹逢高 就是空 没有第二条路 高空你可以低步 为什么 他会来回 但是现在时间空间 已经怎么样 紧迫了 今天的台股收盘 有八千八吗 有八千九吗 今天收盘连八千七都站不上了 你不要怎样 不要怎样 张老师还是苦口婆心 全国说的 你不要不见棺材 不掉泪啊 在右肩没有完成之前 大盘还没有崩盘的余力 但是你要了解 等右肩一旦完成之后 这个盘势 请你告诉我 颈线一旦跌破之后 表示怎样 大呼怎样 跑光了 你不要到时候变成最后一只老鼠 所以张老师在左肩就拜托你赶快跑 是不是 8778就拜托你跑 谈到8819告诉你还是要跑 是不是 那现在最后逃命的机会 把张老师的话听下去 那全国投资 你看看我们今天 我们只交代我们全国投资朋友 到了1点28分 我台子收盘 无法有效站上8750 我们从这两个礼拜 8800 8780 8760 8750 一路反弹就是空 加码就是空 波段空单 全面续报 近代什么 近代右肩完成之后 要发生什么事 自己用眼睛看 右肩一旦完成 套句台语 大事大事 大事大事 好 但是我要话讲回来了 你不要以为等右肩完成 你说张老师现在右肩还没完成 对吧 你不要以为等右肩完成才会崩盘 很多股票在右肩的时候已经崩盘 因为这个地方整个结构就是大户出货 很多个股已经在崩盘 你说张老师你讲的那么夸张 今天收盘还在8690 来 我们看一下 请问同志 这一路请你做多的 对不对 同志心向 上瘾 宏达电 TPK 是吧 这在两个礼拜前 工上8778的时候 已经跟全国报告什么事情 德伯 大户已经怎样 出货转空 告诉你手中持股 不仅要出清 甚至是你懂得反手向下放空 一旦大户出货的时候 你要赚大钱 就是怎样 借力死力 大户出货 你就逢高放空往下打 借大户的力量来赚钱 你不要跟大户对坐 对不对 当魏英冲一旦把股票倒给你的时候 那肯定就要崩盘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一路警告你大户转空 向下放空才赚得快 全国投资票 你不要说张老师 你在危言耸听 在你上面有的老师 还说这里是起账点 很多老师 连外资也一个古大侠 说上看万点 上两个礼拜前 宏达电136 谁苦口婆精 持股出清 甚至要反手向下放空赚得快 来 导播 今天宏达电多少钱 宏达电 全国投资 今天多少 90 最低还89 最低还89.6 换句话讲 短短两个礼拜 宏达电已经怎样 导播 从136 已经中错了多少钱 40多块了 40多块了 你告诉我 这个盘崩了没有 你以个股的角度 早就已经崩了 颈线早就破了 只是大户目前 还在8600 维持一个假象 你懂不懂得道理 宏达电已经中错了 再来TPK 两个礼拜前 九字头 公开呼吁 大户转空 持股出清 向下放空 赚得快 今天TPK多少 70 请问我说 其实 你不要说两个礼拜前 张大文没有讲 两个礼拜前90块 你不要说张大文没有讲 两个礼拜前 宏达电136 你不要说张大文 电视没有公开讲 四分可不可以作证 我持股出清 这个话全台湾有第二个老师 有第二个专业分析师 敢这样讲吗 两个礼拜前 每个都在这里 给你预告嘎空 预告嘎空 嘎在哪里 宏达电今天 有没有中错 TPK有没有中错 再来上瘾 两个礼拜前 160多块 告诉你 持股出清 反手向下放空 赚得快 今天上瘾多少 139 139 快三十块 十张三十万 全台湾你有听到 第二个节目 跟你剖析的这么深入吗 很多老师到今天 还在跟你讲要嘎空 很多老师到今天 还在跟你三只小猪 拉回都是买点 对不对 上瘾 有没有中错 再来 玉均 从36块 今天跌到25块 跌了快三成 你不要跟我讲没有跌 多少老师三十多块 拼命买 跌了快三成 融资四成就要怎样 断头 什么断头 今天内湖不是发生什么事 一个妹妹被断头 当然这是人神共愤 台湾现在变态了 现在执政 执政党 不管国民党 不管是蔡英文女士 谁执政 第一要给人民一个 安定 你小孩出门 当着妈妈面前被砍死 所以台湾现在法律 有讲到的气人 你看那个政洁 现在在监狱里养得肥得很 天天要打篮球 什么玩意 杀了人 大家还要纳税钱 还要养你 还不能碰你 我跟你讲 你要学新加坡 边行 我亲戚子嫁到新加坡 他譬如边 那个边 一边下去 皮整个开了 有时候边四五边 人就昏了 譬如说 判你一百边的话 边五次 五下昏的话 好 等你养伤 一个月皮养好 再来 再边 我跟你讲 也要让你尝受那种皮肉之痛 就你给人家痛苦 所以今天内湖就断头 那投资人 你告诉我 你买玉菌一样 只是这个断头 你没有看到流血 但一样 再来昂宝 自己看看 两个礼拜前 两百五十多块 谁在两个礼拜前 呼吁你持股出清 大户出货 全国投资人 今天昂宝跌到多少 大户 一百七 全国投资人 自己看 你有昂宝的人 今天怎么办 两百五跌到一百七 跌得快八十块 谁在两个礼拜前 跟你预告大户出货 全中华民国 有第二个老师吗 真正跟你讲真话吗 两个礼拜前 每个都在给你预告 嘎空 你去找他 今天嘎在哪里 是不是 再来 可乘两百九 今天跌到多少 是 投资人自己看 两百五 再来 老婆 连勇一百三 也是跌到一百一左右 普瑞三百三 也是叮咛你 大户转空 向下风空转得快 汉维科一千 大户转空 这都是张老师 两个礼拜前 苦口婆心 甚至一再叮咛你 是吧 最近我跟法人 我常常接触法人 大家都很清楚 影响台股 未来的重大因素 520之后 两岸关系如何呢 废的调升利率政策 有没有改变呢 甚至台湾 基本面如何呢 所以很多大户 现在满手股票 都在思考 怎么逃 再来自己看看 16号 自营商发生什么事 卖超58亿 18号 内资大落跑 23号 外资全面调降平等 兄弟们 不仅自营商 内资 外资已经开始 一个一个都接的 原形毕露了 是不是 那再来 头肩顶完成之后 我告诉你 这个格局 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是今天才警告你 我在这里的警告你 左肩头部 你都有冲促的时间逃命 右肩完成之后 要特别小心 你看我们17号 8796转空 21号 8800再空 23号 8780 市价加码再空 上礼拜24号 8750反弹 还是加码空 全国投资 今天呢 又杀了100多点了 好 那一样 我们交代 全国投资朋友 对吧 8750压力 没有突破之前 波段空单 全面续报 因为这个行情 随时右肩 一旦完成之后 将会有重大的 变盘发生 好不好 那手中 这个有套牢的股票的 如何 对不对 大户转空 向下放空的股票 要如何 这个操作 希望大家赶快 利用时间有限 空间有限 最后机会 跟上我们一个 向下操作的脚步 好 敬请大家 这是在关键变化的时刻 当然或许来说 更多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开始 树立式含维生素A 可帮助维持暗处式 树立式叶黄素 树立式叶黄素 我将会保持你生的 你生命中 你生命中 and I saved your life by bringing you here and everyone outside of here is dead what happened to your arm were you trying to escape I was trying to get in what was that quiet how do you know that this is real they're going to get all of us killed no don't open that door something's coming 科洛福十号地窖 come on the night深层洁净漱口水 能帮助预防牙菌般滋生 有效清除口腔异味 the night深层洁净漱口水 好口气关系更轻易 青春由我做主 奥里多水 欢迎回到华尔街大时 现阶段提醒大家 大户在出货 投资家来说 要怎么样来跟紧脚步操作 赶快再把先生交给大文哥 好 专业分析师 绝对要有事前预告的能力 好不好 全台湾谁从7500 7800 一路预告嘎空 谁来到8778公开呼吁 大户出货 一切反弹 逢高要懂得避险 懂得放空 因为大户出货之后 未来右肩完成之后 这个行情要向下崩盘 这才是预告 不是跌到7500 预告大跌 来到877 预告嘎空 这不叫预告 这不叫分析 这在我们的字典里 只有两个字 叫做骗子 好不好 好 那来到877 8800 一路请你空 今天跌到多少 865算 跌完了没有 我讲得很清楚 好不好 那破断空单 875的压力 没有突破之前 破断空单 全面续报 我们近代 右肩完成之后的下杀 那一路预告 股票出清 不论上银 宏达电 TPK 是不是 宏达电 136 今天跌到90 TPK 90 今天跌到7字头 上银 164 今天跌到130多块 对不对 那像郁军 一样重挫三成 昂宝 今天跌到170 客程跌到250 全面都没有 联勇 普瑞 好不好 大户出货 向下放空 才会赚得快 最近不论自营商 不论内资 不论外资 干什么 张老师早就告诉你 早就讲得千金足足 好不好 那你不要等到 右肩完成之后 那右肩完成之后 行情会如何发展 大户出货 向下放空 赚得快 目前 带枪投靠 改变战术 全面吸收你那 不会赚钱的 毒药会期 赶快跟上 大户出货 向下放空 赚得快 跟上我们的脚步